今天是2月3号,周六,A股不开盘 终于不用开盘了,终于不用亏钱了 昨天的走势,紧直把所有的股民,尤其是散户都吓懵了 那为什么呢?昨天盘中一度大跌,超过了100点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有接近2000家股票是什么?是跌停的 好像在2015年,A股股灾的时候也没出现,有2000家股票跌停 所以今天盘中一度创造了历史 恐慌盘非常的多,一度是吧,加速跳水 那背后的推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疯狂的走势? 还有就是,接下来还会不会出现像周五的这种盘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个分析 在这些分析之前,大家评论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在昨天盘后又爆出了一条,让大家更加揪心的休息 那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有传门说 A股在周五的下跌是由于一些ETF ETF通过转融通借出导致的砸盘事件 说白了还是转融通的这个情况 它限制了这个限售股 那么限售股不能借了 那么ETF这些宽基所持有的 又爆出了被什么被借出去的 那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想想啊,我觉得散户应该是非常非常难 为什么?因为只有散户没有做空的权限 对不对?不管你是大资金 哪怕大点散户它都有可能开个国子期货做空 对吧?只有50万以下的散户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啊,这里让人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现实 什么现实呢? A股今天这个盘中的这个北景的超级大跌 我觉得是空方的这个什么肆无忌惮 为什么说空方肆无忌惮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这个市场里面做空能够赚钱 能够赚大钱 而且做空的成本很低 你会怎么做?那肯定是什么?时间砸呀 对吧?很多人还不理解 很多人还不知道 给大家说个事啊 有一个朋友给我问这个事 问的我都懵了 他说奥阳先生啊 你一直说,哎,这个空方在做空 以后呢,他把这个指数砸下来了 那他做空呢,他不是也亏钱吗? 他的股票不是也亏钱吗? 他那为什么还做空呢? 还为什么还砸盘呢? 因为这个我就懵了啊 以后他既然能空方做空 怎么赚钱的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股民啊 尤其是一些新的股民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市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什么 那么的 这两个字啊不好说啊 对不对 大家自己体会自己一想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啊 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水平 你才能够是吗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行情当中啊生存下去 回到市场 盘中急之挑水出现了近北点的沙跌 那么这个沙跌的主要的对象是谁 我想告诉大家是这个跳水绝对不是不是啊 这个所谓的外资引起的 外资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资金啊 在这一段这个跳水的过程中盘度已经 哎已经有什么多空双方一度资金达到了超千亿的规模 可以说啊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多空双方的这个千亿对决啊 那你说外资能够能够阻挡吗 我们来看一下北上资金的一个走势 可能大家就知道北上资金在是吧 周五盘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流落资金是33个亿啊 就是33个亿 但是在盘中一度啊也是属于流出的 十几个亿二十几个亿 所以他十几二十个亿对大盘又没行影啊 没有影响 那下午的这一波极致的跳水 我们看他的一个分时图啊 看了一个走势你就知道 并不是北向资金并不是外资招的 那么是谁招的呢 后一问啊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跳水砸盘就是我们内资打内资引起的 以前啊A股下跌啊 大家都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第一个是我们的rpo太多了 另外这就是做空之间在砸盘 外资在砸盘 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啊 A股这一轮的下跌 或者说这一轮大跌 并不是外资所主导的 是我们的一些内资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内 内资里面的一些助从所主导的 我说助从 大家应该领个理解啊 就是做空赚钱的获利的那些人 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大家看啊 A股这一轮下跌以来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谁获利最多 谁获利 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谁亏钱 你就知道谁获利了 首先第一个散户是不是亏的 散户是绝对亏的啊 绝大多数散户是亏的 好疑问 因为你没有做空权限 你不能牛圈做空 你不能做骨子期货空投 对吧 好大户会不亏钱 大户的话有一些大户 他也可以开骨子期货 但我觉得大户的话 很多应该也会亏钱 那私募亏不亏钱 私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 很多也是亏钱的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看一下私募的一些业绩 很多也是亏钱的 公募亏不亏钱 公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也是亏钱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知道啊 i股在这下跌过程中啊 就是急速跳水 做空的这个方向 哪些是最容易获利的呢 我觉得这几个啊 是获利比较容易的 第一个量化 量化是最容易获利的 为什么 他是机器下单 程序化下单 他可以在怎么在高位 实际的砸盘 也在低位又买回来做一个差价 他这个梯是做的炉火存清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电脑的反应速度比较快 下单的速度也比我们的手快 所以啊 这种极端行情啊 这种极端行情 量化量化基金啊 他们是比较容易获利的 设置比较容易获取利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一些相关的业绩 可能就明白了 他如果开了一个大幅度空档的话 获利盘是比较大的 好那除了量化之外还有谁 期货 对吧 期货公司在这段时间肯定也是获利的 大家一直讲的这个中性期货啊 中性对吧 他认为是什么是中国市场最大的空头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说单独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没问题 你想想他们做期货的不是做多就做空吗 那做空能够赚钱 做空能够赚大钱 人家不做空 难得去做多吧 是不是这个第二是吧 如果在下行趋势下跌趋势的话 他去做多的话 那就是老子有问题 利是做多的话容易大亏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些期货公司啊 不仅仅是刚才讲的中性啊 包括卡通啊 包括很多期货公司啊 他们在这一顿下跌的过程中 是获利的 甚至是获得巨利的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谁 证券吧 对吧 证券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也是获利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杀跌的过程中 证券公司本身 他可以什么 也可以去什么 做空 另外一个 他是不是在借券呢 借券的话 他是不是收索区份呀 所以啊 证券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获利的 当然啊 获利最大的 我觉得应该是大股东 大股东 大股东的话 在这个过程中 是非常之巨利的 所以讲这么多啊 大家现在是明白没有 说白就是什么 以大股东加中介机构为 为重点 他们在获利 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些散户朋友们 包括一些私募 一些公募 甚至包括一些 流资散户都成为了被收购的韭菜 所以这是A国这一顿下跌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推手 还有就是在接近啊 前期低点2724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突然出现一波大波跳水 那这个跳水的话 主要源于还是勇之客的爆仓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天天讲 天天讲 我今天讲什么呢 我说朋友们啊 你不能盲目割肉 不能盲目低息 不能盲目的加仓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不能盲目的什么 我跟他讲过 加什么杠杆 对不对 这个位置不要盲目的加杠杆 你加杠杆的话 就永远亏钱 永远亏大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想想 你加了杠杆的 我估计啊 今天盘纵一度大跌超白跌的时候 我估计很多人都什么 很多人都受不了 很多人直接要割入了 那甚至有些人可爆仓了 这才是多方的一个什么 多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加杠杆做多的时候 一旦市场出现这种极端行情 你就很容易出现出现爆仓 回到市场收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涨跌幅吧 可能大家看一下 哎今天这个涨跌幅吧 就是涨不在10个点以上的 达到近二十几家 跌的在10个点以上的 就是在五十家 五六十家上下 对吧 感觉也差不多啊 没怎么样 可是你在盘中 如果在盯盘的盘中 就是大盘一大上跌指数啊 当时最多的时候 跌幅超过了100点的时候 有接近2000家股票是跌停的 那你想想 如果说今天这个是批量跌停 要是没有国家 对在午后的这个超级逆转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会距跌 其他板块都会什么 都会出现跌停的情况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非常大的风险的 所以啊 在操作上面啊 近期的这个走势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 还是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留意 我们的A股 越是到最后的这个阶段 越是疯狂 所以你加杠杆是非常是难受的 那回到市场 我们的A股到底能不能好转 能不能出现大反弹 26632666啊 会不是对这段时间的一个大底 需要解决问题 那我如果说啊 告诉大家解决这几个问题 A股必然会起来 那么哪几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 A股下跌 罪魁祸首是他 RPO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RPO的这个超量发行啊 是不管是2023还是2022 我们的RPO在全球都是最多的 而且融资也是最多的 这个问题不解决 很难 还有一个就是做空啊 做空的这个问题不解决 也是非常难的 这点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啊 什么一来 A股跌腾正要难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不限制做空 对吧 大家看一下韩国的指数啊 大家看一下韩国啊 韩国的情况跟我们前期啊差不多啊 但是呢 现在韩国指数 大家是不是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去年的韩国指数啊 在这段时间出现大跌啊 可以说是跌的非常的快 然后呢 一片哀嚎 在这里的时候 韩国政府出了个绝招 禁止做空 就是说啊 把这个做空的 暂停了 停止了 而且一停就是六个月 他还说了 如果市场没好转的话 市场没要改善的话 可能不止六个月要延长 这就给了投资者的一个信心啊 对吧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温一型的这个力转 你看从这里起来到这里 他创造了反弹的高位 但是说高位以后啊 又出现一波沙爹啊 这个沙爹怎么理解 获利盘出逃 或说是空方的法铺 但是你看又前了 所以啊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啊 人家这个做法就非常之正确啊 非常之好 我们的A股如果负质或说啊 去跟人家一样学习的话 我相信也不至于会是这样样子吧 对不对 好 那回到这个啊 刚才讲的一个是做空 一个是这个 RPU 当然啊 现在大家都把矛头指上了 指上什么 上线售股 哎 我在这里也感觉纠结啊 在上周周末的时候 就是周天啊 周日下午啊 证据会紧急放出了一个什么消息 这个大家一直认为是利好 但是什么利好呢 就是这个限售股转融通这个暂停了 结果呢 大家看一下 A股连续跌5天 而且是大跌 那为什么限售股暂停呢 还是会出这种下跌 很多人又爆出了一些新的漏洞 那这新的漏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是限的是当天的 他第二天还是可以用 然后限售股的这个这个融出借出的这个日期啊 有一些啊 股民爆出来可以45天还 可以60天还 可以90天还 那么这其中就是有一个缓冲期 对不对 有个缓冲期 所以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啊 空头仍然可以是吗 可以通过这个操作 借出大量的这个股票 那既然有这么多大量的股票去砸盘 你想想 它是会造成这种血流成河的走势 其实我一直在讲讲一个问题啊 是吧 你既然这个觉得这个限售股 存的问题 那么干脆一点直接把它 禁止了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还有就是这个做空对吧 做空对市场影响非常大 那在这种行情下 一些的不合理的做空 为什么我们不停掉 比如说啊 股指期货股指期权 那国外市场都是以G为单位的 一个季度为单位的 但是我们的市场是以月为单位的 那我们的这个月度 底次这种交割 是不合理的 既然已经不合理了 为什么不做出改变 为什么不做出一些禁止呢 是不是 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 多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导致到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个走势 跟全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的市场没有改变啊 这种下跌的趋势前 或者说啊 我讲的这些方向 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之前 A股想要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出现想要大家理想中的大力转 还是很难的啊 就算在这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反抽反弹 你看拉起来以后 我觉得大家窗位比较重的 或者说加上杠杆的 适当的可以防高 减减仓 防高把这样杠杆这个事做好 不然的话啊 你想想他拉起来以后 翻起来以后 你不出来也又跌甚至又大跌 很有可能失守2666这个点 大家觉得2666这个位点 能够守得住吗 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那几个方向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困难 能守住的一个点 大家觉得对吗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